好我们继续要来看到就是这个印度的第二波疫情是急速的恶化 那么单日新增确诊呢是也突破了40万例刷新了世界纪录 加上呢当地有许多的医院是缺氧气啦缺呼吸器等等这些医疗的物资 因此呢他们也拒收病患导致死亡率激增 累计死亡人数呢也突破了20万人 在这个印度工作的台湾人呢目前已知有至少已经是有11个人感染新冠肺炎了 在昨天下午呢也传出有一名阳性的台籍干部 在这个当地的古尔纲的医院呢不治身亡 根据这个驻印度代表处呢至今接到的一个通报哦 这是首位在印度染疫身亡的台籍干部 就有消息人是透露说呢这一名不幸身亡的这个科技公司台籍干部 他今年49岁其实曾经接种过大陆的科兴疫苗 而且呢这一家科技公司在当地呢一共是有8名的台籍干部 也都曾经接种过这个科兴疫苗 当中5个人呢其实在这个星期都感染了新冠肺炎 不过只有这一名阳性的台干呢住进了医院里头来治疗 其实住院之后呢原本这个恢复状况是还算不错 但是昨天下午呢病情是突然急转直下最后不幸离世了 根据印度的这个平面媒体报导说呢 平面媒体报导呢住印度的代表处的官员呢 是已经分了两个梯次前往医院来接种疫苗了 但是呢因为最近又有印度的雇员确诊呢 因此呢也在进行办公室的全面消毒 也在执行分流上班的制度 但是呢外交部住这个印度的所有官员呢 仍然是每天都会到办公室里头来上班 那么现在呢印度疫情狂烧 根据今日印度的报导呢 印度北方邦的这个安拉阿巴德城呢 氧气的供应量也逐渐匮乏 当地有许多民众都堵在这个氧气瓶的工厂外头呢 要等待来购买氧气 不过目前呢印度军方是已经接管了当地的这个制氧工厂 官方声称呢为了要维护法律还有秩序哦 所以呢优先考虑向医院来提供氧气 但其实呢有许多的这个患者家属就哭诉说 大家呢需要待在家里头来照护这些一些患者 而不是呢送去人多拥挤的医院呢 患者呢也有些人在家里头 他们也需要这些氧气啊 但没有办法获得氧气 甚至呢有的人是连跑了两间的工厂哦 有家属就抱怨说呢 这些警方解决问题的方式 竟然是告诉他们 去坐在树底下来增加这个 呼吸一下来增加患者协议中的氧气饱和度 事实上呢 其实即便哦 是幸运的抢到医院的病床 但有记者实地到医院走一趟 却也发现呢 医院里头同样是物资匮乏 没有氧气可以有 印度的医疗体系崩溃 印度政府呢5月1号也就是昨天呢 就开始开放了18岁以上的成年人要赶快来接种疫苗了 俄罗斯首批的这个史普尼克5号疫苗呢 也在昨天抵达了印度 希望有助呢 这个印度扩大来接种疫苗 史普尼克5号抵达的是这个印度的海德拉巴 他们表示呢 这款疫苗的有效率呢 达到了91.6% 而且呢是早在这个4月12号就获得了印度授权紧急使用了 这也是印度批准紧急使用的第三款的新冠疫苗了 其实印度目前呢 只是只有这个本土研发的是由巴拉特生物科技公司生产的这个COVAXIN疫苗 以及呢这个印度的血清研究所生产的AZ疫苗来提供民众接种 一共三款加上这个二制疫苗 但先前呢因为这个印度的本土疫苗没有完成第三期的临床实验 就获得了政府授予的紧急使用权 所以呢民众也产生了一些不信任感 导致这个疫苗接种的疫苗降低 所以有专家就认为说 这个俄国制的疫苗来到印度之后呢 将会有助印度进一步的扩大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那么第一批抵达印度的这个食谱尼克5号疫苗呢 一共是有15万剂 这个月底呢将会再有300万剂的疫苗在抵达印度 希望可以帮助这个疫情来减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